在昨晚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总决赛中 孙楠放弃晋级机会成为了当晚最大的争议点 也可以说是直播当中一个严重的事故 我想让我的弟弟妹妹们能够继续向歌王冲刺 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一轮下一轮 但面对孙楠临时的决定 主持人汪涵却临危不乱 临场反应超强 既考虑了大局也喉住了全场 第二层意思我想表达的是 我虽然不同意男歌的一些观点 但是我誓死地捍卫您说话的权利 所以刚才我有话筒听到那一段的时候 我并没有试图打断您要说的话 虽然我可以这么做 其实每一位歌手来到这个舞台 他都有权利选择我来或者是不来 当然您自然也有权利选择在您认为是对的时刻 依着自己认为对的那个心情做出你要离开的这个决定 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尊重一个成熟男人在这一刻做出的决定 短短三分钟的主持引发了网友的集体膜拜 就连同位主持人的朱丹和华少也发微博表示 佩服他这份镇定和功力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汪涵在前场的淡定与从容不过 后台的他却捂着扑通扑通的心脏面络紧张 昨晚韩红夺得歌王贵冠 今天却满屏都在烧汪涵 可想而知汪涵的专业主持人的素养已经征服了所有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